其实现在社会面临着一个反向的变迁 就是全球围剿共产党 这个我觉得在20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 其实谁也不会想到在2016年川普上台 全球开始这种逆转 就是这个反共 其实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呢 大家对于共产党的遏制都是在一种经贸方面的东西 尤其是川普跟中共打贸易战 那个时候川普其实并没有想掐死共产党 然后到2020年3月份的时候 川普才突然间发现中共是一个讲话完全没有信用 然后对全球造成这么大的经济的创伤和人员的死亡 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中共是负全部责任的 这个余茂春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他一讲我就说全球反共的时候就到了 因为余茂春当时讲说 我们和中共之间这种博弈是一种零和的博弈 所谓零和博弈 就是中共所得到的都是我们所失去的 那当然美国不想再把自己的东西大量的给中共零和 等于是我们输他们赢 那么美国一定他要把这个趋势逆转 所以在2022年5月之后我们看到开始一系列中共 这个驻休斯顿的领事馆被关闭 美国的法律禁止拥有共产党身份的人进入美国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利点 然后的话接下来就是2022年的俄乌战争 全球开始关注台湾 然后开始遏制中共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 就是在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时候 以一些触发的方式就一下子就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马上面临着一个共产主义最后解体的问题 共产党倒台之后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就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的重建 和中国信仰的这个复兴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准备好了 我觉得我们是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建设要准备好